别别别千万别花揍 白老师为了讲好这道题啊 专门花了20块钱买了一个扇子 这道题呢我们就用吹扇法来做一下啊 鸡兔共5只一共14条腿 问鸡兔各几只呢 我们都知道啊小鸡有两条腿 而兔子呢兔子有4条腿对不对 他们一共有14条腿 我们假设啊这5只动物啊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他们都很听话 白老师现在开始我吹扇哨子 所有动物通通向其抬一条腿来 注意是所有动物啊 OK我开始吹了啊 这5只动物呢 每只动物都向其抬了一条腿 不管是小鸡还是小兔都向其抬一条腿 一共抬了5条腿嘛 因为是5只动物对不对 我继续啊 白老师再吹扇哨子 你发现这5只动物呢 又通通向其抬了一条腿 这个时候啊 又抬了5条腿 你会发现小鸡本来就两条腿 他抬了两次腿 小鸡就没有腿了 那剩下的腿呢 这4条腿是谁的腿啊 显然是兔子的腿 对不对 每只兔子有4条腿 他抬了两次腿 是不是还剩2条啊 我们打三角形 每只兔子还剩2条 一共还剩4条 相除 有两只兔子 那么小鸡呢 5减去2 等于三只小鸡 你学会了吗 关注我 玩段数学